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ysicase 哥哥 今天幾號? 20號 哥哥 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啦 你還沒交嗎? 哥哥 今個月交了月費 5月初 記住幫我報名 5月23日至28日 去myradio看現場版 呃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一起去吧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My University科學生之後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講這個題目很宏偉 因為主角本身已經很宏偉 就是恐龍 大家知道恐龍滅絕的時間 其實人類甚至暴侶類充滅 出現的時間都很久 但這個滅絕的原因 歷來有一些爭議 其實突然選擇這個題目出來講 當然最近也在科學消息看到 似乎又有些新的學說出來 又有些新的辯論 其實就算這幾天大家去網上找一下 的確有人提出了一些比較 怎樣說 可以說是有多少證據 而且又是一些結合到以往的方法 給予一些新的觀點出來 就讓我們去重新審試一下 這些這樣的物種滅絕的過程 和大環境的演變 我們可以 是不是我們想得這麼簡單 還是我們再需要想得複雜一點 想在這個機會講一講 是的 因為恐龍事實上 對於美國的小孩來說很重要 其實差不多 美國稍為有錢的 或者中產的家庭裏面 不一定有一個恐龍的玩具 但是恐龍的滅絕 剛才陳正雲博士講過 就有些甚至比較誇張一點 就是有可能推翻了 以往我這裏對恐龍滅絕的一些理論 是吧 但未講這個之前 其實和這個有關的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九大行星 曾經何時在上個月說 我們在做節目的 就是出家的時間 就會是地球的 這個毀滅的時間 有沒有這麼誇張 就是我這件事 就被人意外地煲大 其實你說 在英國小報那裏經常會將這些 記住, Daily Mirror 就是將那些 無關痛的樣子 突然之間煲到很大 然後將一句說話 別人沒有說 握在別人的嘴裡 譬如他又鬱那個 天文學家說 他最快可能四月尾就有末日 是有啊 他節目出家的時候就吃完美 那我們怎麼辦 大家就繼續這樣看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自2012這些末日迷思之後 大家餓了太久 大家找不到一些新的末日傳說出來去炒 滿足不到自己的那種想像 結果又拿這件事來炒 那就算了 你說英國炒完就英國散了 然後NOW就拿來 然後又拿來 有沒有訪問你 沒有啦 當然沒有 最好不要問我 我都不回答他 我覺得 自從2012之後 我就覺得 回答這些我覺得是影低自己 真的真的 這個就是破壞你的形象 我真的覺得影低了自己 搞到我好像很lowpin 在科學裡面 但我就會覺得 其實由這裏呢 我都可以帶出一個反思 其實你說那些所謂滅絕 因為天文事件而導致地球物種滅絕 這些東西 其實跟我們現在 今天對於整個生物 在地球上歷史的演化 那個關係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真是一個很簡單的因果關係 因為A就一定是B這樣 然後就驗證了就算了 那我就覺得可以 就是一些複雜的圖像 可以跟大家講 但是那個九德行政 為什麼有什麼條件 報到那麼大呢 其實我真的 我想不明白的 就是 首先 本身那個 在英國的小報用字 用得很誇張 那我比較一下 怎樣誇張 就是我後來都叫做 好心不甘情不原理 就是有少少好奇 上回那個論文期刊 去看一看那位天文學家 講的那個結論 但其實結論很弱的 即是那種語氣很不強的 他做的手法很簡單 只不過就是說 我將這個地球以來歷來 記錄那些物種數量的起跌 那如果突然跌得很厲害 那你就可以說 叫不知第幾次物種大滅絕 那你可以有一個這樣的統計圖 之前有五次的 看看有多少次 然後就將它擺下 就跟這些這樣的天文事件 去拍一拍來去看一下 就是簡單做一個 correlation analysis 就是說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 另一樣東西有沒有出現 是的 如果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 這個東西又出現的時候 那就帶來相關性 那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就是如果天光就有雞蹄的 那你看一下就是說 雞蹄的時間大約在每日的幾時 然後天光的時間大約在每日是幾時 你做一個統計學的一個 correlation 那通常你由一些 correlation 就會給到一些提示 你就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這兩個東西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 就是有時有有時沒有 你說雞蹄與日出有因果關係 那你可以說到就是 因為雞蹄所以日出 是的 但是有時候會這樣說 但是通常以我們所知 就是因為日出 對於雞蹄來說 是一個好像我覺得良好的一個 其實台長說這件事 就是提出一個陷阱 就是很多時候 由這些統計學上的關聯性的這種關係 很容易我們會聯想到一種因果關係 這種因果關係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但是可以是因為A所以B 也都可以所以B 因為B所以A 還有一個 但是要搞清楚 因為有C所以有A和B 都是 但是A和B你就是 是你看到的 C你還沒看到的 現在那個統計就說 那似乎這些天體上的運動 譬如說 由這些在太陽系以外 古白帶那些這樣的塵埃 或者比較大的隕石 或者甚至大到可以叫做行星的這些 這樣的物體 它跌下來那個頻率 你可以做一個小小的統計 或者甚至是模擬 那你再將它跟這些大滅柱的 放在一起 那它就說 有個很弱的關聯 即如果你將那些這樣的 要求放得很鬆的時候 你就會說 其實都可能會有些關聯的 那首先就是說 你要放得很鬆先 第二就是它是有關聯的 是不是有因果呢 那你硬就要將這句話說到就是說 原來就已經很證實到 是不單止有關聯 還有因果關係 因為呢 以往 我都聽過有人說 恐龍滅絕 是因為有舊這樣 不知道什麼 小行星跌下來 所以就令到 地球有個很長的嚴冬 很多塵埃 整了上天空那裡 其實那都是一個假設 但又要用這件事來證明 其實我們現在似乎很有證據 證明到人類接下來的滅絕 可能是來自這些 在很遠的行星 觸發到有一些塵埃 那些塵埃或小行星跌下來 地球撞上 令到地球滅絕 然後還要更差的就是 講到似乎層層 最快四月尾發生了 那我覺得幾不負責任 沒有的 那這些責任就是報紙負的 那最後 NOW就將它 撿出來當作補 然後就翻譯成中文 可能都有心機翻譯的 但就照單全收 那這個也都體現到 香港那個傳媒 科學知識不足的問題 就我經常都講的了 就很多無關痛癢的 但是夠sensational 夠煽動性的 還有夠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擅長一點 它真的做大 真正重要的科學新聞 反而不做 其實不要說 就算我們自己預備這個節目 經常找科學新聞 我自己經常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 材料是大把的 但我經常發覺很多材料 其實不是很嚴重的 其實 不太硬正 是啊 結果就是 所以大家就不要怪 你如果想預 我們這些科學上的發言 可以每個星期都有新鮮事 很爆炸性告訴你 這個就騙你的 如果你寧願期待 譬如說 那些 香港有些高官拆了 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 希望大些 那些 每天都有的 那些頻率相當高 但如果 譬如說 今天 見到我的星人 明天見到UFO 後天就世界末日 但最後日 如何如何 這樣就變成台灣電視台搞鬼故節目 每個星期都撞鬼 你不要說 現在事實上有節目是每個星期都撞鬼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的範疇 但Anyway 就是 我自己就不熟的 但我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 原則 就是凡真話 作得很大 那些 基本上我就 反過來 那個機會就越低 你看到 哇 很誇張 但是 你看到 其他 在英文 或者 比較嚴肅的媒體 不報的時候 你都 有少少保留 有時候 我覺得 就算 你只看到 小報出大報不出 其實 都叫做 你可以說 一種偏見 你看到小報出大報不出 可能你都不要 那麼 擺太多心機 但是 如果 譬如做我們這行 我們去看看 這個整個 它引起到恐慌的 原因在哪裏 這個可以 又來提 說一件事 就是 大概一九三五幾年中 就一個很出名的事件 就是奧俊威爾斯 在三五幾講 火星人落地球 嗯 那那個就真的引起了 整個美國的震動 是以為是真的 嗯 那那個 其實都要在一個 正確的事件 就是你剛好那一刻 是有這樣的背景 那些人才會對這件事 這麼大反應 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 歷來大家對 在那個年代 對傳媒有一個信任 就是基本上 不會講假話 嗯 第二個就是 對於奧俊威爾斯這個人 不是太認識他 嗯 那個時候很年輕 二十幾歲 就是想不到他 他會做這樣的事情 嗯 那這條辦法呢 就是 女士不爽 差很久的 問題就是 這個編制遞減理論 就是你做得更多的時候 那些人開始越麻木 就是劉法聖人來 那怎麼辦呢 哈哈 那個 都是要供樓的 哈哈哈哈 都是要上班的 都是要上班的 所以 就是 大家回來的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 不會對這件事有恐慌 但是 我 我之所以去強調這件事 就是說 譬如你看到外星人也好 或者 這些飛碟的新聞也好 其實 大家又不要 就是 好像陳雲博士剛才說 你不看 你要看一看 後面那個邏輯的問題在哪裏 如果一個外星人 他被你解剖 那個鏡頭會怎樣擺威法 會怎樣做法 這件事呢 其實這個是科學訓練來的 嗯 剛才你說的問題 加嚴重 因為那個編出是一個科學雜誌 一個科學Journal 為什麼中間 哪個過程 本身是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出來呢 其實你要看到 但是我覺得 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那個 寫論文那人 有些責任的 他 他已經叫做不足寫得很小心的 但是這些 就是 但是 我只能夠說 很不幸地去接受一個小報訪問 不是說你寫那篇論文有問題 是你寫完之後 接受官報之訪問 就大問題了 其實這些經驗就 你也試過 你也試過 就是經常發生的 你已經千叮萬燭去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就死了 他真的覺得這樣才買到紙 是呀 標題黨 沒有辦法的 就是這個 做這行 你要接受這件事 但是 沒有這些東西 那我們生活的趣味 又平淡了一些 是 所以我們其實就 忠實一些 或者神秘之夜的節目 都是忠實一些 就是你不要經常說 過禮拜有神秘的事情發生 不過呢 我們就剖析一下 背後的更加有趣的事情 但anyway 過禮拜以前 甚至是你過禮拜做的 哈哈 所以現在就更加忠實了 哈哈 就剛才看到 那個忠實的相關性 就跟你那個 出現的分數是有關的 這個就叫相關性研究了 好啦 我們一會兒回來 講講這個正題 就是這個恐龍滅絕的理論 都好看 我們 都好看 都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